Henry Nowen说 懂得感恩的人 是那些甚至在经历生命痛苦时 仍然能够赞美的人 因为他们相信当收获的时候 果实会显出修剪不是惩罚 而是净化 我逐渐明白 感恩的呼唤要求我们说 一切都是恩典 我们必须以感恩的心来拥抱我们的过去 并感谢神以恩典来对待我们 上周我们庆祝了 家会58年的纪念 我们心中充满着感恩 现在我们进入了降临期的季节 我们庆祝生命之粮在伯利恒 就是粮食之家的诞生 使我们得着生命的粮 并且得得丰丰盛盛 为此我们要感谢赞美上帝 并且学习说 凡事都是恩典 我记得在2017年的时候 我在牛津大学上暑假课 一晚我正在为着喜乐这个话题挣扎 我向神祷告 几分钟后我走进学生的休息间 看到一位年长的妇女 在几千个暑假学生中 竟给我碰上一位在泰国服侍了40年的宣教士 我们就谈起了这喜乐的话题 那我从来没有跟一个陌生人谈了这么久 而最后他就跟我分享这个经文 诗篇16篇第11节说 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愿我们在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活出上帝的同在 因为他的同在就是喜乐的满足 并为这一切献上感恩 说一切都是恩典 愿神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